各位先移到这一点之后 然后往上追踪 不过很容易要碰到别的点 或者如果你很容易碰到别的点 你就从这个点往上就好了 那不要再上去了 就是直接 第一个游标移到终点上面 第二个呢 再往给它方向就好了 这个很容易 就是会被其他点给干扰 所以这边的话切割 选物件 XY Enter 我想这个地方是最容易出错的 有没有先放上去 第二个给方向 那给方向只要给方向 这样一点点就好了 你就是先 不要点下去 你就是有没有移动到终点上面去 然后再慢慢往上一点点 不要再上去 因为再上去可能 就又它会以为 你是要追踪在上一个终点 就会有错误的这个发生 第二个就给直接就输入我们要的高度87 87之后它问你说你要留哪一边 那我在下边把它点一下 OK 那这样的话才会正确 好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切割很容易出错 OK 那切出来之后的话呢 再来我要怎么样 在这边再切一个什么 切一个口 那这个口 你必须 因为你要知道说呢 在哪个地方要切 切一个平面出来 所以我必须要借由这边一个叫Section Section呢 它会自动帮我在这一个高度 建一个面域 那这个面域的话 我可以利用它来做我的 这个等于是一个基准点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的Section使用方法 好像前一题我没有讲过 你就在这边打一个SEC Section Section之后的话 你再打个SEC 就会Enter Enter之后它会问你说 你的物件在哪 你就选这个物件 物件选取 然后空白键 再来的话呢 一样打XY 跟那个刚刚的那个切割很像 XY 那它会问你说你要从哪边 你就从这一点往上 好 这一点点就好了 终点往上一点点 不要再上去了 然后呢 高度是多少 有没有 底下这个部分 37 在那个右试图可以看到 一个37 Enter Enter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就有一个 有没有 有一个面域出来了 那这个面域就是我们将来的 这个要切割的基准点 1 2 那第三点是怎样呢 在这个 这个地方 你给它任何一点就可以了 1 2 然后 3 的话呢 基本上不然就抓这边的终点就好了 那切出来之后呢 它就把这个面给削掉 这个面给削掉 OK 那这样的话看到就会像这样 那最后 再把它做什么 做几出 薄刻 就看到这样子 好像 各位先试到这里好了 先把这个部分呢 先完成 把画面呢 还给各位一下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